我必须要对于国民党今天 用这样一个抹黑的奥布 透过扭曲的方式 侮辱我的人格 表达一个很严正的谴责 我也因为每一次选举 对手都会把我多年前 在职进修的论文 拿出来做恶意的一个攻击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痛心跟遗憾 民主选举应该是正面诉求 我在这几天不断的提出 希望这是一场君子之争 我希望的是端出牛肉 透过政见 透过政绩的方式 来赢得民众的支持 那相关论文 其实在2018年2020年的选举 都有不同的政党 提出这个攻击跟抹黑 那我和教授 过去也都有做过相关的澄清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那国民党 因为我要参选桃园市长 想要辅选张善政 炮制林志坚版的宇昌案 企图毁掉我和相关的老师的声誉 我觉得无法接受 那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念台大国发所 在职这个硕士的论文的部分 那么我念台大国发所 是我担任议员期间 那我是在论文发表 是在我当选市长这段期间 所以这时间序 我必须先说明一下 当然稍后也会有一个 更详细的时间序的一个表给大家 那么我在台大的这个硕论题目里面 讲的是 三人竞选之中杠杆者的 政治社会基础及其影响 以我自己2014年的选举为例 那么国民党说的另外一位 于正煌先生的硕论 那个是也是2014年新竹市选举研究 不过他提的是 林治坚胜选的政治社会基础 我跟大家报告 我们两个人的论文是 一样的是以2014年新竹市长的选举为例 但我何鱼先生 我们虽然都是台大国发所 修读相关老师的课程 不过两人的论文 彼此存在是 主题不同 研究对象也不同 结论不同 这是三个不同 天差地别 天差地别 那我先讲主题不同 我的硕认研究的是 台湾选举里面经常出现的这种 所谓的沙喀都的现象 那特别探讨 沙喀都当中无法胜选 却能够左右这个选情杠杆者 以及沙喀都现象的成因 还有选民的特质 那么在2014年市长的选举 和2016年新竹区域立委选举 看到沙喀都这个现象 那我以自己设计的问卷 收集的一手的民调资料 作为分析的依据 那么于正皇先生 于先生的论文主题 是探讨林志坚 就是我个人胜选的因素 那2014年我胜选之后 大家都知道那一场选举 我的选举普遍不被看好 所以当我胜选之后 台大国发所的老师 还有同学或学弟妹 对于选情的变化 觉得值得探讨跟研究 所以于先生透过人的介绍 向我借了一手的民调资料 并完成了这个论文 可是实际上我才是原创者 等一下我也会透过手板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包括我的指导教授 陈明通老师 已经稍早做了一些澄清 那第二个是研究对象不同 于先生研究的对象是我 他是用林志坚作为研究的对象 那2014年盛选的原因 研究我盛选的原因 那我的研究对象 主要是当年我的对手 也就是杠杆者之一 蔡市长 那我们两个人的指导教授 在指导过程 都建议采用相同的统计分析法 但是此间非彼间 这个不同人 林志坚和蔡仁坚是不一样的 那我是讨论萨喀都中的 蔡仁坚市长 前市长 包括蔡前市长的特质 以及支持蔡市长的选民的特质 好 第三个是结论不同 因为这个研究主题 跟研究对象不一样 那我跟余先生的问题意识 也是回忆 当然得到的结果跟研究的价值 也不可能相同 也不同 那另外值得提的是说 余先生在2016年 先完成了这个硕论的口试 那我在2017晚一年才毕业 但就是像陈明彤老师 稍早向媒体所做的曾经 他说余先生是用了我提供的资料 也参考了我的初稿 只是我比较晚毕业而已 当然因为后来 因为我选上了市长 所以我的硕论要教的工作 就是比较晚了 所以比较晚了 好 接着我要来跟大家报告的是 2008年 我从中华大学科管所硕士在职 生的这一个毕业论文的部分 刚刚提的是国发所的部分 那我的论文是在研究 逐科要提升满意度跟信任程度 那么以提升居住环境改善为最优先 那我在就读中华大学在职硕士班时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在念中华大学硕班的时候 我没有任何公职 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 当时还是助理 那我接受客观所 这个贺力行老师的指导 在2008年完成以TCSI模式 评估国内某科学园区的周边居民满意度 这个论文的口试 那这一个论文是由贺力行老师指导 李友真老师担任口委 那在2007年到2008年 撰写论文的过程当中 贺力行 王明朗 李友真等老师 有一个TCSI台湾顾客满意度指标的研究小组 那我们大家一起做研究 一起讨论 那过程当中 贺力行老师 还有我 还有王明朗老师 都曾经在2008的4月 三个人联名 在一场管理策略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 发表了这一篇论文 所以等一下 时间序也会特别跟大家强调 其实这个2008 4月 我们三个人一起联名 发表了这个论文 其实就可以验证 我们没有抄袭 这个是我们是援助 那我很抱歉 我要特别一提 我觉得非常的抱歉 那每一次因为选举 那就造成老师的困扰 那我也要特别谢谢 这两位老师 贺力行老师 王明朗老师 过去对于我的这个 课业上的指导 更要谢谢他们 今天在稍早的时候 已经都签名 发表声明 那内容当中他们都说得很清楚 我有参加足科管理局 这个研究案的问卷设计 还有问卷的回收 以及资料的分析 也就是说 老师都认为我都有 整个过程都有参加 使用自己参加的研究 做硕论 大家老师都觉得 合情合理 那么2020年的选举的时候 时代力量 这个前立委 徐永明就曾经针对 我在中华大学受论 提出了不时的指控 当时我和这个学校的老师 贺利行老师 我们都有澄清过 所以我很遗憾 非常的遗憾 每次到了选举 那么国民党就把这个事情 就按重提 就文再吵 再吵一次 那拿来做抹黑攻击 非常非常的遗憾 那最后我要必须 借由这个记者会 向大家来报告 我一向非常重视 个人跟团队的名誉 过去不断有许多人 透过造谣抹黑的各种方式 那为了图这个政治的利益 毁谤我的人格 想要摧毁我的名誉 不过每一次 我都会捍卫自己的名誉 所以都会透过法律的途径 来杜绝这些在野人士 恶意的一个抹黑跟造谣 所以今天我们也初步 跟律师做了相关的讨论 会针对王洪威议员 的抹黑毁谤行为 我们近日就会做出 暗邻申告 就会暗邻申告